七经 把天玉山翻个底朝天 找出七经 如果七经路如踏烧 将会是主神的疾难 唐三藏大法师 请您再去一次西天极乐吧 当年根本就是你的拳头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烧死了吧 有我和你比赢 我赢了就让他们继续上 这可是你说的 我赢了就让他们继续上去 我赢了就让他们继续上去 借着这串念珠 我们可以保持某种程度上的联系 我只能陪你们到这里了 等我出关 立刻跟你们会合 护送七经的众人 只能依靠三位了 我们继续赶路吧 哦 师父 从前和你一起去彼岸世界的 除了白龙马之外 还有谁呢 还有我的三个徒弟 猪八戒 杀物镜 和孙悟空 可以和我讲讲吗 这件事要从二十六年前说起 孙悟空 经过三百年囚禁 今天我释放你 因为我有一件重要的差事 要你去办 哦 别得意 姚侯 你的罪行还没算清呢 哦 别板着个脸嘛 如来说你最近克制了自己的兽心 是他极力推荐你的 他对你期待很高 我倒是只保留意见 这个任务很难 但是你只有完成了他 才算将功赎罪 明白了吗 好了 不就是护送唐三藏去取永恒之火吧 气气歪歪叫半天 简单了 由我出手 什么事情摆不平 等着吧 孙悟空很不错吧 如来 有他在 这次前往彼岸世界的成功率 会高很多 真不明白你 你如此重视这妖猴 还用三百年时间感化他 值得吗 值得 你是不喜欢他 才看不到他的特别之处 不过是头粗暴无礼的野兽 战斗力强点而已 有什么特别的 他是拥有光魂的大药 心存正义 这趟悉行之旅 或许真能找到 拯救世间苦难的方法 哦 是吗 十六年前 我们一人 一龙 三头妖魔 受众神的委托 去西天极乐世界 拿取奇经 丑 西天彼岸 就在眼前 我们相信 把奇经带回中途世界 就能为众生带来福音 结束一切痛苦 经历千辛万苦 我们终于完成了任务 哇 这一路是谁在撒花 神仙姐姐 原来 一直为我们演奏的 就是这两位姐姐啊 好听 好听 少无敬 瞧她激动的样子 真是没见过女人 二师兄 我没你那么好色 见过的女人 自然是比你少 放屁 我可专意了 等我们把奇经交给第十天 我就马上回家 陪我老婆 好嘛 别吵了 悟空在睡觉呢 孙悟空 时间不多了 谁 是谁 你是谁 为什么 总是烦着我 我是奇经 我一直在呼唤 但只有你听到了 时间不多了 阻止你师父 别把我交给帝世天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他会毁灭一切 喂 又是这个忙 自从学会奇经之后 就一直不断做这个莫名其妙的忙 但是这一次 五师兄 怎么了 干嘛这么紧张兮兮的 你梦到牛小妹了 醒来了正好 很快就到了 时间不多了 时间不多了 快要到玉须殿了 师父 我觉得有些不对劲 你还记得 我和你说过的那个梦吗 就是我那个梦 悟空 你清醒点 其经怎么可能跟你脱那样的梦 这我也说不清楚 总之先别交给他们 悟空 别乱来 我们历经千辛万苦 为的就是这一刻 眼看要完成任务了 难道你现在才对众神说 其经取婚来了 就是不给你 那要怎样 本来就不是他们的 师兄 都三百年过去了 你还没从阴影里走出来啊 下车吧 走走走 怕什么 这次有把老猪罩着你 神仙姐姐好漂亮啊 不得无礼 前面就是玉须殿 帝氏天羽四大天王 都已等候多时了 天地都在等我们 这次可出界风头了 各位请跟我来 孙悟空 快阻止你师父 这是七经在向我求救 绝对不会做 只有我能听到 只有我能阻止 师父 天中靠不住的 七经不能给他们 我们走吧 够了 悟空 不准再胡闹 我要念锦固咒了 师父 住手啊 师兄 放松点 就别乱来啊 大家的未来就看你了 这家伙也在 如来呢 怎么不在 帝氏天 唐三藏等人已来到坐下 很好 唐三藏 这一趟辛苦了 帝氏天要的东西呢 依照古经书所示 我打开西天极乐之门 踏入彼岸世界 迎来永恒的创世之火 视为齐经 他 已带到殿上 嗯 果然是 唐三藏 你们立了大功 世人会记住你们 通过重重考验 取得齐经 回归中途 为天界 立下大功 亦为世间之福 你们本是 凡人跟妖怪 但凭借各自的 天赋和努力 成为了拯救 众生的功臣 沙悟静的 智慧过人 猪八戒的 勇猛非凡 唐三藏的 大爱之心 孙悟空的 战无不胜 孙悟空 虽曾犯 逆乱天界之罪 如今 也已将功不过 好了 沙欣 把齐经拿来 给我看看 师父 对不起 我想过了 那句话 还是要说 天界的家伙们 齐经是 娶回来了 但就是不能给你们 妖猴 悟空 别在这种时候 捣乱啊 师兄 这玩笑 可开不得呀 大师兄 三百年前 祸乱天界 到了现在 这妖猴 还不敢消停吗 悟空 快下来 别闹了 师父 这不是玩笑 我所做的 就是所谓的 正义 妖猴 你居然在此 妄谈正义 天 就是正义 天是谁 是天界 还是地是天 整个天界 我只信如来 但是今天如来不在 所以 我绝不会把齐经 交出来 悟空 我交给如来 跟交给地之天 有什么区别 难道你就因为一个梦 要这样无理取闹吗 冷静 师兄 你们只是不敢去想 但是 我敢 因为我心中有正义 这么重要的东西 就放入我心内保存 想拿走 就得先干掉我 悟空 这样下去 你会死啊 如来在我教齐经 他若不在 恕难从命 恕难从命 你疯了吗 竟敢在天庭上 做出这种事情 三百年前 祸乱天界 是趁我不在 天宫的秩序 不容破坏 神将 处理掉他 遵命 孙悟空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带来混乱 这是你的本性 三眼神将 我知道 当年你打不过我 这三百年来 一直都不爽 别把自己看得太高 你没分量让我记恨三百年 悟空 不要打 一动手就不能回头了 师父 迟了 现在只有一战 我们一起杀出天宫吧 你这畜生 该死的混蛋 老子本来高高兴兴 接受风响就行了 你却要把什么事都搞砸 我们十年的奴隶 都被你扔坑里了 杀出天宫 杀个屁啊 你会把我们都害死的 师父 我就喜欢你破口大骂的样子 就算错 也让我错到地方 来吧 三爷 转手软脚的 守备了 惨了 这个局面 跟帝师天囚刑都饶不了吧 还可以拥抱得紧紧 孙悟空是非常善于战斗的大药物 今天总算是亲眼见识到了 即使神将出手 也不能一时半刻解决吧 再拖延下去 游损我天界威严 嗯 没错 放任一套妖猴 逆乱天宫 我倒也太没面子了 不行 就算没用也得试试 唐三藏 你有制止妖猴的办法 为何还不用 念吧 禁止了 师父 不要念诏 一袭作战 杀出天宫 我们有机会 要逼我立刻选择吗 唐三藏母 别忘记你当初是为了什么而去信心的 难道你也想把他据为己有吗 师父 你是天会把其心我一定要打 别相信他们 孙悟空的胡言乱语毫无根据 你会把自己和猪八戒杀无尽的性命 涌压在这种话上面吗 现在马上制止他 还有宽容的余地 不然 连你们也要被视作叛党 就算你们天宫的家伙都一起上 也难不倒我 孙悟空 你还没看清楚自己的处境吗 别忘想了 唐三藏如果连四大天王都出手 我也保不住你们师徒几个 别犹豫了快动手吧 我若宁咒置父宿我 他会叛死刑吗 如果会 我愿意以我性命来换 我没法回答你 但是 你如果还不动手 你们师徒几个都会被视作逆乱天界 怎么办 要打吗 师父打 我们就打 这次惨了 哎 按老朱还有打好前程 还有整个城寨等着我去作王 还有老婆 怎么回家去报 住手 谁也不要打 师父 悟空愿意赌上性命 他的怀疑为你 但是 在心里就跟我们求死一生 我身为宝解 跟陆境的师父 不能让他们冒险 悟空 宣令我 为师不得不这么做 请孤咒 师父 不要念他 天助 孙悟空 这样打败你无数怪异 是学责就是职合 悟空 大师兄 孙悟空 亲手杀牛情 唐三藏 你做得很好 你的功劳 会被天界记住的 请不要伤害悟空 他所犯的罪 由我来承担 谁有罪 谁来受罪 不是由你来决定 孙悟空把奇经收入心中 是打算以性命做赌注 但是他输了 孙悟空 在无际时空之中 我们或许还有相见之日 但这也不是你的真实 悟空 上啊 大师兄要死了 我们还愣着干嘛 沙妖 别乱来 你想跟妖猴一个下场吗 离去 对不起 不管老朱的事 放过我吧 是 师父 师父 这不是我想的 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局 为什么 师父 为什么你不 不相信我 我很气 真的很气 以后 再也保护不了你 嗯 悟空 大师兄 大师兄 悟空 不 忆乱天界者 孙悟空 一幅法 齐经 也收回了 嗯 做得好 我要得到 齐经 是为天下众生 没想到 烦躁污蔑抹黑 弄出这种 不快的事情 剩下的事情 就要给杀心处理吧 是 为什么 为什么我按你说的 念了咒 为什么也得不到宽恕 神的慈悲心去哪儿了 就算四孟空再胡闹 他也是悉心回归的功臣 为什么要落得这样的下场 他触怒了地势天 逆乱天界不止一次 你跟另外两个徒弟还活着 这就是神的慈悲 可恶 你对孙悟空有情有义 自然难受 但是你没做错 擦干眼泪忘掉一切 重新开始吧 可怜的凡人 不要为改变不了的东西而苦恼 接受现实好好活下去 过去的事 不过是一场梦 一场梦 如果这是梦 那就是一场我十六年 都无法造出来的噩梦 无论有什么理由 我都骗不了自己 使我的懦弱 杀死了悟空 这个噩梦该结束了 迄今是我带回来的 也必须由我送回彼岸 是这里了吗 妖怪大盗的起点 前面 会有什么呢 我族的诸王 天界又有一栋 最高等的天众 都相继出动去追寻奇经的下落 连底是天也重新露面了 天界诸神尽出吗 我们也该参与一份 吃他们的肉我有兴趣 追寻奇经我可没兴趣 罗侯 你曾见过还经者 为何不把他夺过来 我是故意放他走的 奇经对我不用 相反 环境者若是送奇经回西方极乐 还可以给天众制造很多麻烦 没错 我们的老对手 神将和四大天王也会加入追捕吧 我可以吃掉一阵 对天军 阿修罗一族从来离不开战争 但这次不同 是我们重创天众的好机会 我们四王之间的战斗 应该暂时停止 同意 听起来不错 团经者那方面如何 他们若不够强 就无法成为我等的助力 够强 而且只会越来越强 这是我的感觉 他们到达妖怪大道后 会发生有趣的事 听见了吧 奇经要回到西吃喜乐 必须要通过妖怪大道 我把消息传出去 师父 十六年前那件事之后 师兄们没和师父一起回来吗 我只知道 八戒回到他的巨珠山城后 继续做城主了 而武镜则彻底失去了下落 巨珠一族信奉最强的战士为国王 这一点 从古至今从未变故 师父 朱八戒师兄是最强战士吗 好厉害啊 当初西行 八戒可是重要的战力呢 当年我们几个西行之后 他就回来继承祖业 这座山城一直都是巨珠一族的地盘 这次见八戒是希望他能够加入我们 不过我的期望不到 以八戒的性格来看 要他放弃目前悠闲的生活去过苦日子 应该很困难 赤货 这点小事都在哪 拉起 八戒 师父 八戒 这样是你 你要去哪里 别跑啊 快给我回来 师父 搞什么鬼 八戒 让开 要做死人哪 八戒 八戒师兄 都你不长眼睛啊 师父 那个就是八戒师兄啊 为什么一见到我们就跑啊 不知道 八戒 八戒 是我呀 是师父唐三藏 开门吧 开门吧 师父 真是错巧啊 吓我一跳 弄得我有点不知所措呢 对不起 来来来来 进来坐吧 你 就住在这里 是的 地方简陋 师父别见怪 哦 不会 真是失礼 失礼啊 我这地方乱糟糟的 你别的小兄弟是 我叫白狼 是师父的新徒弟 八戒师兄 你好 新徒弟嘛 好啊 很好很好 谢谢 师父请喝茶 你刚才有事 在忙吗 没有 没有 不忙 我是不是打扰了你 那些都是闲人 不用理会 嘿 识货 你一生不想就跑来是什么意思 不想干活了吧 对啊 我不干了 去吃屎吧 呸 之后别来敲我 十六年了 真怀念以前的日子 跟师父一起走了那么远的路 还有悟空和悟静 我们一起度过了很多难关 嗯 当时我只想尽快完成任务 然后回来巨珠山城 风风光光地过日子 我可以很自豪地向老婆和族人 证明我自己的实力 看 我终于做了件了不起的事情 多回风啊 我们 的确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局 我想不明白 我恐死得太惨了 我忘不了那个时候的事情 猪八戒啊 不识食物的 就是猴子的下场 你明白了吗 可恶 枉我们千辛万苦 把奇境带到中途 一交到他们手上 马上翻脸不认人 真好悔 为他们做了那么多事 白费了 我们当年的奴隶 总之就是白费了 不 没有白费 我们的确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不过 我们只做了一半 一半 把奇境带到中途 只是头一半 把他送还西天极乐 才是真正的功德圆满 师父的意思是 八戒师兄 奇境就在这里 就在我身边 我们正打算带着他 回到西天极乐世界 你们拥有奇境 八戒师兄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对不起师父 我也想加入 可惜 我不能 为什么 这件事情实在难以启齿 师父 我有个老婆翠岚 她现在被关在堡垒的监狱内 是谁干的 是我的弟弟 朱永烈 本来我才是聚朱一族的继承者 这座山城也是我的 朱永烈是个卑鄙小人 她抢走了我的一切 我的老婆 也被她关了起来 还不让我们见面 她让我活得养了乞丐 可恨我在天宫被杀星观音 拔去了獠牙 失去力量的我 只能看着她为所欲为 真没用 她要你做乞丐 你就真的做乞丐 果然是一头笨猪 这位大哥是谁 有点面善 他是白龙马 竟然 好了 老姐 这件事 师父 我们不能不管 马上去救人 改路 噢 噓噓 快过来 你老婆就被关在前面的碉堡内 没 没错 她就在里面 这些年肯定吃了很多苦 我 我们会救她出来的 似乎没什么难度 举株一族是很强悍的 他们现在只听命于我弟弟 请大家尽量不要动手 不用担心 这方面我们很有经验呢 要直接闯入吗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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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打探一下 你们留在这里 嗯 嗯 嗯 师父 嗯 八戒 有事吗 啊 大爷 等等 你 搞什么鬼啊 等等 大家不要动手 不要动手 我等等 大家不要动手 永烈 你怎么能如此不守信用 你明明答应过我 如果我帮你拿七经 就会放了我老婆 而且保证 不会伤害你我师父 你答应我的对吧 卓妓 你这个混蛋竟然出卖我们 得到七经 我就能狠狠敲诈天忠一笔 不过 比这个更重要的 就是吃圣人的肉 朱刚烈 你总算立了此功 或许 我会考虑分你一点肉吃 求你们住手 不要为难师父 没空离你 蜘蛛们 收拾他们 等等 大家等等 大家听我说呀 放在我从前是 让他 一旦大家有心事太可怕了 他们提倉肉后 我的狼爪很难伤到他们 一群恶心的猪 看本大爷怎么收拾你们 龙行化身 龙人吗 在我面前 你不过是一条小虫 看我把你的龙铃 全部烤出来 那是我的九尺丁瓦 他造成的伤害 是一万五七万个 可恶 被本猪王的力量震惊了吧 我会让你们更绝望的 灵气集结 那是什么东西 他要吸收九天九地之气 在妖怪大道上 某些种类的妖怪 身处特定环境时 能够得到强大的额外助力 比如巨珠一族 当他们处身于茂密山林中 作战时 就能将周遭的灵气 纳为己用 这个定力之中 有时可令他们自身 强化数倍以上 若是离开这个环境 灵气也会消失 为你们不幸的命令 说外戒吗 我们的实力也不过如此 瘦大人 他们从来救我 这是龙人的火焰 没有加上龙魂的力量 不要在我面前逞强 看到了吗 我是巨珠之王 山林之王 有什么本事就快点使出来 等我吃了唐三丧 即便是天仲阿修罗 我都不会放在眼里 周永烈 抢走了原本属于我的一切 还要我在巨珠山城做了十六年乞丐 连亲子也不能相见 丝毫不顾及兄弟情分 这次我们有言在先 不伤害我师父 你却言而无信 你这个卑鄙的混蛋 别逼我发火 发呀 发火呀 发给我看看 对不起 怒恋弟弟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是废柴 我是垃圾 请看在我这个没用的哥哥的份上 就当事实好 八戒 八戒 你这个傻瓜 你清醒点吧 你知道你的人生有多可笑吗 你原本是巨珠一族的王 不但继承了祖业巨珠山城 还娶了一位美丽的妻子 高翠兰 本来一切都过得好好的 你偏偏要跟唐三藏 一起去彼岸世界 结果一切都变了 杀心观音 拔走了你象征巨珠一族 勇气力量的两颗獠牙 你像个废物一样 回到了巨珠山城 没有獠牙的你 你竹竟是个失败者 你只配做一个乞丐 永远也不会有翻身之日 你就是巨珠一族的耻辱 这样说是不对的 我是自愿和师父西行的 之后的变化谁也料不到 怎么能怪师父呢 我不怪任何人 要怪 只怪自己太没用 对 你就是个没用的废物 到了今时今日 还在挂你那个不能行见的老婆 什么意思 蠢货 我被我耍了这么多年都不知道 你老婆呀 早就被我吃掉了 不 不可能 不可能 王妃你这家伙 还想用奇经去换老婆 少做白日梦了 你就安心做个废物吧 你吃了他 有力 我要替他报仇 我要替他呀 手够你了 你 你 去 我们之间早该做了断了 去死吧 师父 对不起 我害了你 八七 你这个蠢猜 早就跟你说过 跌倒了就爬起来 失去獠牙算得了什么 你还是你呀 我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为了那个叛徒而受伤 蠢死了 师 师父 我来帮你 这些猪人 全部都是 勇气的加持 你 对不起 我 对不起 你 他 你 他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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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走 走 还以为 要经过里产恶战才能成功 你已经堂三藏并非泛泛之辈 牛鬼大道上的其他家伙都奈何不了他 没想到他为了救竹梗里 竟然轻易被我重伤 真是天助我也 师父 我失去了獠牙以后就像个废物 已经没有价值了 你为何还要帮我 八斤 不要说这样晦气的话 失去獠牙算什么呢 你还是你啊 我很怀念 当年西星和大家一起冒险的日子 我不会 我是猪八戒 猪永烈 你是不可能吃到我师父的 为什么 因为我会无情地打败你 就算你求饶也没用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是在说笑吗 这是你逼我的 我认真起来会吓死你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 啊 同一个笑话说两次 你不好笑了 崩り 让我先送你上路吧 你 啊 八戒 这九只丁爬是我的武器 还给我 我叫 我本身就来抢了 这家伙的气势竟然改变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大家注意 这把架好像变回以前的样子 唐三藏了二弟子猪八戒在此 护送师父取其境的重任由我一力承担 蠢货 你早就从西天结露回来了 还在说什么梦话 对啊 以前讲习惯了 总之就是叫你不要打师父的主意 就凭你这个废物 今天这一仗 既是为了保护师父 也是为了我自己 我要重新夺回一切 怎么办 我们要向前助阵吗 你先别 我们先暂时过妄想 零气季节 继继续神灵之气 才是他真正的作战形态 你得约好了 不妙 他竟然能提起这有的话 八戒在天空受的伤 早已经痊愈 他之所以一直没有长出獠牙 不过是因为被恐惧支配了内心 獠牙其实就是他的自信心 今天 他终于又回来了 哦 有模有样 变大了好多啊 可 看起来真味吗 哈哈哈哈哈哈 龙烈 我们来堂堂正正的较量吧 难道我会怕你 松手 你啊 竟 竟然 才扯断你几根小骨头就受不了了 你就这点本事 朱刚烈 你给我闭嘴 少在那儿得意了 我早就取代你 成为了巨猪一族的最强战士 你这小偷 现在我要亲手夺回 我的一切 你已经得手的东西 我是不会让出来的 弟弟 我要跟师父去西天极乐 十年之内都未必能回来 我走之后 巨猪山城和翠兰 就拜托你照料了 真的要去吗 我这个人一向胆小怕事 本来也拿不定主意 后来啊 翠兰不断鼓励我 终于让我下定决心 他说得对 男人 就该做一件轰轰烈烈的事 哼 我要证明给他看 我 不是百无一用的顽固子弟 除名给他 一直用疼他的 svensk 我是还关键的 abi下石 三цен ビル 像他 我那么信任地道 但是你 不服了我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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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烈成主决而败了 那我们是不是要再次奉高烈为成主 传统就是这样 我们应该奉他为成主 高烈成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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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已经结束了 高烈成主 高烈成主 狼羊兄弟 刚才有没有打伤你啊 没 没事 这帮侏罗的脾气真古怪啊 八戒一旦认真起来 实力还是非常强的 只是 我才是 真正的山林之王 说过不会放过你的 接受你的俗气吧 高烈 高烈 住手啊 不要他兄弟想惨了 翠兰 夫人脱带了 老公 这下事情更复杂了 翠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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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我以为你死了 好伤心啊 你放心吧 永烈没有为难我 八戒师兄的老婆好漂亮啊 一定很幸福 幸福 翠兰 翠兰 这些年让你受苦了 今后我会好好补偿你的 是吗 那真是太好了 库主 你拿你的猪筒来补偿吧 是吗 的 我的家屎你也要管 唉 阿姬 你夫人似乎不太理 琴儿了 翠兰 嘿嘿 朱刚烈 没想到你也会有重振雄风的一天 古奶奶真是小看你了 翠兰 巨珠一族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去背负他们 夫人 刚烈战胜了永烈 他现在应该是我们巨竹城的城主 都是靠不住的混蛋 没错 这是我们巨竹一族的船头 现在我们不方便插手 吹了嫌弃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 住口 别叫我嫌弃 听到这小兔 想知道为什么吗 我要证明给他看 我不是百无一用的顽固子弟 我去喽 师父 他走了吗 走了 他对你说的话 一点也没有怀疑 谢天谢地 去彼岸世界 是非常艰难的事吧 那至少 要好几年不用见他了 他回来了 不用担心 听说杀心观音 鸟尽攻藏 迄今一到手 他就拔了 朱刚烈的獠牙 现在的他 就是一头丧家犬 你要是担心 干脆杀了他 用不着 既然他现在 已经没有威胁 不如就留他 在巨珠山城 做个乞丐吧 不 不可能 嫌弃 你竟然跟了我弟弟 是他陷阀你的吗 一定是 你想多了 是我讨厌你 当日你从妖怪手中救了我 之后就一直对我大献严急 我心酸感激 一生糊涂嫁给了你 可是 我马上就发觉不对劲 自私胆小 既成为骨气 自大又懦弱 这些偷人业的特质 你身上全都有 每天絮絮叨叨 说自己有多厉害 烦死人了 你游说我和师父心形 就是为了见不到我 然后跟永烈私投 没错 永烈比你好多了 他才是真的 太过分了 嫌弃你弘性出强 反倒制作我的不是 这怎么说的过去 竟然怎么大声的说出来 这样的话 τη叨あれ 小 快点 快点 看见师父 不要去哪里 了 去哪里 我真是个傻瓜 谁都要做傻瓜的时候啊 你现在看清了 就不再是傻瓜了 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对吧 师父 我要说明一点 我急起变大师 也会跟着变帅 但是我 我平常总是不能经常提气 真不甘心 平时我也没留意过 自己是不是真的长得很丑 八戒 何必执着于颜值呢 帅又如何 丑又如何 一切不过虚幻 你看为师 就从不曾为此事烦恼 师父长得很帅啊 公认的 八戒 其实你也很帅 其实我也觉得 师父 实话说 当年我们走妖怪大道 虽然有很多妖怪要吃师父 但是 也有很多妖怪 是来和师父成亲的 朕令土儿羡慕 有吗 我不太记得了 还记得猎头女吧 那个人头蛇身 像大树一般粗壮的妖怪 硬说是师父的情人呢 对 那时候幸好我跑得快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呢 蜘蛛洞的女妖 她也很漂亮啊 都是虚幻的 嗯 时候不早了 他们还在山下等我 我要走了 呃 嗯 师父 等我 先办一件事 你怎么样了 伤势严重吗 没事儿 好 这个朱缸里 又在打什么主意 明明已经赢了我 干嘛突然走掉 管他打什么主意 等他回来 我们一起对付他 唉 恐怕我们联手 还是抖不过他 唉 唉 翠兰 你还是走吧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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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我不是来找晦气的 祝狗烈 那你想怎样 别别别别冲动 嗯 唉 我是来告个别的 呃 告别 嗯 本来 我应该恨你们的 可是 想想还是算了 今天算是我重生之日 嗯 过去的事情 我 我也不想追究了 嗯 师父说 一切都是虚坏 可你们是我老婆 和弟弟的身份 却是真的 醉兰 我要走了 不知道以后 还会不会回来 嗯 你和永烈 就好好地过吧 好 不过 我还有一个简单的小要求 什么 嗯 临走前 我能最后抱你一次吗 抱我 对对 就一下 我都要走了 就这么一个小要求 你不会拒绝吧 好吧 你这个混蛋 这老人混蛋 我滚喽 他竟然真的走了 这么说 他已经放弃了去住山城 再次西行 嗯 或许 他真的有点改变 好 ¿就另外的 你怎么还说 你怎么还说 我让你恭喜了 我忍不许 你怎么还说 她是一个大力的 我去 小人 你对你 我去 原來還沒死嗎 地勢天你在幹什麼 如來你跟蹤我 那個不是奇經嗎 天空之路竟有此陰森毀滅之處 我一直不知道 這個陣法竟然會迅速吸走奇經的能量 這樣下去 他會熄滅的 地勢天你不能這麼做 如來別多管閒事 奇經是屬於我的 我想怎樣就怎樣 聽到了嗎 地勢天我們委託唐三藏等人 千辛萬苦取得奇經 為的是世間正道 你若對他另有所圖 即便你是天 我也要阻止你 就憑你 地勢天剛才的攻擊 夾灑了天中以外的力量 他急著下殺手 來不及隱瞞 這正是了我一直以來的懷疑 既然如此 絕不能讓奇經 落入他的手中 如來 根本做過不去 你找死 奇經 是時間最後一點光明 為了保護他 免受黑暗侵襲 死亦無悔 當年的一戰 如來為保護奇經被我重創了神魂 本以為他活不成了 沒想到十六年後 他再次現身阻礙我 可惡的傢伙 這十六年我都在陽上耽搁了不少失誤 如今奇經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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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再沉睡了 東方將軍 武敬來了 師父 為師 要你去殺一個人 誰 唐三藏 遵命 怎麼還沒來啊 那個靠不住的家伙 肯定不會來 肯定不會來 再等一會兒吧 我覺得他一定會來 師兄 奇城吧 師兄 大家都在等我嗎 果然沒有我是不行的 出遠門要收拾的東西太多了 耽誤了一些時間 師兄 新來的師弟 辛苦了 好 好 提起精神了 師父 你的傷勢好點了嗎 已經不礙事了 這傑伙一長出獠牙就變了樣 真想揍死他 你們怎麼不找匹馬來給師父去啊 會不會辦事啊 那個 煩龍蛙 要回徒船的樣子吧 打死豬頭 你們拜拜 哎呦 白狼 這是法術驟鱗鳥 你要想辦法捉住牠 把牠交給我 是 師父 抓到牠了 是嗎 拿來看看 怎麼不見了 明明捉住了呀 是我 你 乾瓶快是捉不到牠的 牠如同平靜湖面上的一隻小水龜 你任何急促粗魯的動作都會泛起涟漪驚動到牠 只有當你學會控制自己的內心 與外界形成協調平衡的狀態 你才可以捉住牠 鍛鍊自己的精神 追求心靈的平衡 正是你要休息的方向 哦 需要非常平靜的心嗎 不要急 慢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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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我 這傢伙的精力多得不得了 天天纏著我問東問西 給牠這個玩意兒 正好讓牠發洩一下 我也終於能睡個好覺了 不過對牠也確實有好處 牠的龍狼之魂若是能好好協調 實力將會增強很多 這傢伙像白癡一樣 跳來跳去真是難看 跟傻瓜同行 真是讓人受不了 你可以知道牠龍魂知道 這個我也不懂 沒空 我可是很忙的 話說回來 這傢伙的龍魂哪來的 感覺上比一般的強啊 是一位天羽山龍族戰士 在天軍進攻時牺牲了 天羽山龍族 是誰的龍魂 是天羽獸 獸大人 天羽獸 你也認識牠嗎 你和牠都是龍族王子 不認識 你要跳來跳去 就走遠點 我要睡覺了 但是 就隨牠吧 牠不想搭理你 你 竟然死了 百郎 繼續練習 專心一點 好 師父 師父好熱呀 這什麼熱 真不適合在沙漠中大陸 對吧師父 你上次也走過這段路嗎 沒錯 我們必須跨過這片沙漠 才能到達巨人國 確實太熱了 大家 去前面的大師旁 休息一下吧 哦 太好了 再走下去 打老豬就變成烤豬了 還渴死了 喂 你幹什麼 這沙漠裡水殼是非常珍貴的 你怎麼能隨便使用啊 可是師兄 我吃得太渴了 吃這樣 你看我們哪個不可啊 這可不是街頭 師兄 我們現在已經有四個人了 不算是小規模 這你除了師父 我都被他去做 以後要做什麼 首先要向我槍施 喝了嗎 不要緊 讓他喝吧 不是 他背著那麼多東西 小好是最大的 既然師父都這樣說了 那就拿去吧 算我批准了 老徐 真爽啊 你 你這傢伙 竟然把水全都喝光了 怎麼 呼呼氣啊 想逼我發火嗎 春菜 要喝水有什麼難的 看我的 厲害啊 氣死我了 身為龍人 敖雪本身就有呼喚風雨雷電的本領 他對自然的感知能力非常強 可以在沙漠中找到極其稀少的水源 以前 他幫我們渡過不少難關 有了 好 這邊 大家快跟上 瞧他那副神器的樣子 別走那麼快啊 寶雪你怎麼搞的 不是說能找到水源吧 你怎麼帶著我們在沙漠裡亂跑啊 奇怪 奇怪 我明明感應到前方的水汽了 但是到了附近又消失了 連續幾次都是這樣 就像是故意引誘我撲空 不斷消耗我的體力 完了呀 你這傢伙一點都放不住 對 這裡是我們剛才休息的地方 我們一直在沙漠中繞圈 你們注意到沒有 好 從剛才起太陽一直沒有下沉 看來我們已經跌入迷陣之中 迷陣 什麼 迷陣 誰幹的 白狼 快追上他 嗯 放我他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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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白郎走左边 好 池国天老师 杀心观音别来无恙啊 听说奇经在唐三藏身上 这次由你亲自出马去追捕他 还遇到了如来 可有此事 没错 老师的消息可真灵通 正因为有如来出手 才让我无功而返 不过老师放心 我是不会就此罢休的 你和如来还是如此好斗啊 从前 你们作为天宫的两大护法师 可是一直没有分出过胜负的呀 老师有话 不妨直说 杀心观音 老夫也不拐弯抹角了 收回奇经的任务 还是交给老夫吧 既然你已经失手了 可不让老夫试一试 奇经现世已有数月 至今仍没有拿到它 地试天的耐心也快耗尽了 也请示过地试天 老师客气 东方将军的提议 岂是我能拒绝的 期待你一举成功 多谢 务必小心呢 小偷也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务必小心 伍镜 你可知道 要击败唐三藏等人 该如何下手 请师父赐教 你要从内部着手 瓦解他们 分裂他们 也许你最擅长的迷阵 能派上用场 明白 师父 什么是迷阵啊 是一种法术陷阱 布阵者建造出一个虚幻世界 迷惑走进其中的人 让他不自觉地走向死路 布阵者的能力越强 迷阵的规模就越大 而且很难找出破绽 一旦失去平常心 很容易自乱阵脚而死 不过再强的布阵 也有其极限 我们会找到的 太可怕了 不用动手 就可以杀死敌人 要破此阵 我们恐怕得花一些功夫了 白狼 耐心点 是 师父 那家伙到底在哪里 可恶 他要是存心夺起来 想找到可不容易 这个迷阵很精细啊 都怪你 说要带我们找水源 结果就陷入迷阵里走不出来 你有完没完 你白马的样子 比现在顺眼多了 而且我知道你全部的事情 你就是一个祸根 孽种 你不是真心去西田环境 你只是在等待一个机会 想害死师父和我们 这才是你的本性 这种酷热 真叫人难受 对吗 白狼 有一件事我在意很久了 骑经 一直是由你保管着 这是不是太奇怪了 如此重要的东西 有能力最低的你来保护 岂不是非常危险 把情境交给我 我来保护他才是最合理的 快 师父 交给我 这个 怎么 不相信我 你突然这样说 令我很为难啊 是我亲手将他 带回中途世界的 现在也是我 押上性命 再去走这条取经之路的 对不起师父 就只有这件事 恕难从命 我曾对小羽立誓 要用性命来守护他 绝不把他交给别人 你这个什么都不懂的蠢才 你凭什么保护骑经 只有我能够保护他 来 把他交给我 师父 你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 突然之间 别废话 快拿来 师父 请不要啊 给我 骑经是我的 拿来 被我说中了吧 这里只有我们俩 你就承认了吧 你 烦死人了 你这是猪头 忍不住了吧 忍不住开始暴露自己的本性了吧 你以为我不敢在这里杀了你吗 难道俺老猪会怕你 猪八戒 脑子想揍你很久了 这次可是你自找的 留着你始终是个祸魂 等我先收拾了你 再去向师父请罪 就凭你 你连老婆也满足不了 凭什么做我的对手啊 笑死人了 问题是 你这个混蛋 就是故意嘲笑我 惹我放火 我再输一次 师父 他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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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几乎被心魔控制了 师父 这怎么回事啊 这个迷阵能挑拨人性 构旗种种贪念碍语 白狼 你的内心犹如一张白纸 不会受到迷阵的影响 那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猎物们已不能自拔 是时候结束了 武镜 他 他是 杀武镜师兄 偷盗其境的贼匪 我奉东方将军 拾国天王之命 收拾你们 武镜 快住手 我是唐三藏啊 你是谁 关我何事 受死吧 师父 他好像不认识你 他 他真的是武镜师兄吗 不要欺人退身 这 这是 好危险 他可以化身为飞沙 絮絮实实的无法捉摸 师父说 三师兄武镜本身就是沙妖 相信绝对错不了 武镜 这十六年来 你音讯全无 为何一见面就要置我们于死地 可否跟我们谈谈 谈什么 我不认识你 看他的眼神 难道是 我先杀了你 躺下葬 还没过我这一关呢 啊 啊 啊 师父 杀武镜师兄 是敌人吗 武镜似乎被法术控制着 忘记了从前的事情 不过 他现在就是我们的敌人 你要尽全力打败他 我要 打败武镜师兄 放马过来吧 哼 小子 先解决掉你 柳沙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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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葬心经对抗弥阵的干扰 无法帮你 武镜的弱点在脸上 你要把握住机会 去杀手 看来 他独自应付武镜 还是太勉强了 白狼 小心 啊 啊 不要小看我 狼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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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狼的功力长进了不少啊 即使与物镜对战也能不落下风 不能不说是我的功劳 若再走下去 他会成长到什么程度呢 啊 劫匪的实力倒是不差 不过 流沙河是我的地盘 你是赢不了我的 啊 啊 嗯 封无师之命 猪杀贼妃 绝不留情 文娜之间 好大呀 他的电话 简直是无去无尽 可我不能说 我说了吗 师父和师兄们会有危险的 我说了 兽大人 出来你助我吧 走回 抓到你了 就是你唯一的弱点 小子 没用的 纯才 你将是生不了我的 而会让自己身受重伤 等我还原身体 马上就可以杀掉你 成功 当你全神灌注对付白狼的时候 就是我出手的最好时机 白狼 你的伤势如何 没事 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这片沙漠的地貌变了 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象吗 你 我让你帮你回头头 我要把你撕成碎片 你们两个都给我住手 你们被雾镜的迷阵 挑动了贪欲痴迷的恶面 赶快清醒过来吧 师弟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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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清醒过来 你 你 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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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 当年西行之路上 我也曾是他的目标之一 传说中的圣人之肉啊 竟然会让我遇见 大 大神 对不起 我不吃了 不吃了 求你饶了我吧 吴京与我有缘 我决定收他为徒 化解他心中恶念 一路上 吴京用自己独特的能力 化解了不少危机 吴京不多言 喜怒全反映在一张脸谱上 性格十分内向害羞 吴京少了这些人的头 如何能够恢复他的记忆 刀葬心情能处于其法术障碍 但行功不是一事半个可以完成 我一旦松心 他就会马上再度攻击 庞三藏啊 你不愿放弃徒弟的心情 我倒是十分理解 不过 他所种的忘我之术 即使是你 也不能轻易解除 他是谁啊 是天忠 他 他可不是一般的天忠 我昨天不见了他 那他是四位天之一 不错 老夫正是天界东方将军 持国天 今日是为收回齐京而来 你们会乖乖交出来吗 我的弟子们都当上了八大金刚 这个天界要职 可惜啊 在追捕齐京这个差事上 你们都无法更进一步 师父 上次都是我一时大意才失了手 请让我将功赎罪 你们留下 好好休养 这一次由老夫亲自出手 大神金刚 黄髓球金刚 还有碧毒金刚 老夫知道 你们三个早就迫不及待地 想要试一试 这一次就给你们一个 好好发挥的机会 遵命 多谢师尊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我认为他们有不容轻视的潜力 请师尊慎重行事 什么潜力 不过是为了上次的失败 找借口罢了 这次都不用师尊动手 我一个人就能摆平他们 好好好 要的就是这份气魄 绝不辱八大金刚之名 唐三藏 十六年前 老夫在天宫玉须殿见过你 当年你与三位徒弟西行荣归 接受封赏 本是一件大喜事 但你们却闹出了大事 最后功亏一篑 而今 你却已沦为小偷 何必呢 杀物镜原是你的徒儿 与你一起经历重重劫难 感情定当深厚 这个亦是老夫派他上阵 对 这老东西的笑容太可恶了 可惜啊 可惜 唐三藏 今日的杀物镜 已经不是你徒弟了 十六年前 他已败入老夫门下 结束天道教会 从前的种种 早已消散如浮云 这次麻烦了 持国天王也亲自出手了 一头杀妖而已 能够搬入四天王之一的持国天老师门下 这可是莫大的荣幸 不过 妖物就是妖物 这十六年来学到的东西有限 连几个小偷都收拾不了 最终还是要我们出手 我们今天 要把七经送回天宫 这些小偷们 可不能轻易放过 没错 绝不能放过他们 徒弟们 雾镜的弥阵 已经把他们消耗得差不多了 现在 是证明你们实力的时候了 师兄 我们上吧 还用你说 兄弟们 你来老猪领你们作战吧 事情 果然都在老夫的预计 杀性怪不得 万因会生计吧 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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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群混蛋 恨我在沙漠里摆魂半奸 给本大爷认错 你 峰 길 ters 得 sa 认错也没用了 本大爷要把你剥皮拆骨 大神金刚这边不太顺利呀 受死吧 中药 我好怕呀 这好怕呀 可以强一点吗 闭嘴 砍死了 太急了 我反尽了 眼 火命 茶眼 枪 这头猪腰 又是怎么回事 你以为我好欺负吗 俺老猪什么风浪未见过 你们有什么好得意的 黄髓球金刚在他面前就像个婴儿 小偷 接受你的惩罚吗 黄山断云拳 重刺重击 不思议得重伤 解决掉了 为什么他 可恶啊 托尔门虽然实力不入 可是比起对方那种拼死的狠劲 还是 还是差了一招啊 允兴 赶快清醒过来吧 唐三子竟完全无视外面的战斗了 专心与无情侍 是因为他很信任自己的徒弟吗 真令人不快 小狼妖 我绝不饶你 死吧 小狼妖 你来做我的徒弟好吗 不 不好 那就打到你说好 师尊 师君出手了 东方将军 把你的徒弟统统收拾 变成我的徒弟 想想都觉得不错呢 我天皇 朱玉 你不是真面目了吗 吴京 快点清醒过来吧 吴京 我感觉自己睡了很久很久啊 不知从哪里来的声音 好像一直在呼唤我 越来越近了 是谁呢 吴京 快清醒过来吧 就是 就是这个声音 我听过无数次的声音 吴京 我饿了 吴京 侦察一下前面 吴京 侦察一下前面 吴京 找不定 这个声音 是我的师父 吴京 我的叔子呢 唐三道 吴京 可恶 吴京 你这个蠢才 任性也得有个限度啊 仅仅一点反应也没有 难道 你是被封离太久了吗 可惜我的时间不多了 尸国帖王已出手 他们未必能听得住 不能浪费了 都拜入老夫门下 接受天界的精英教育吧 总比跟着唐三藏抢 对不对 不对 看来老夫下的功夫还不够啊 这种老家伙可本大爷呢 叶恩 电机 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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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不错 可以给老虎暖一暖身子 有没有更好的 龙人 你的力量相当不错 你是哪一只龙族部落的孩子 说来听听我 我吃你的部落 你的家伙 看来需要好好调教调教 讨习的好时机 看老虎又九尺钉哈 给你后来带你几个大洞吧 不 只想打个招呼 吃过天王你好吗 夺天王 狐妖 你也有必要跟老虎学习一下 这小子吃了老虎好几拳 仍然生龙活虎的样子 这个倒是有点意外 我要保护师父和师兄 不准你伤害他们 小子 你误会了 老虎没说过要伤害他们 龙人与主妖的战斗力没见底 要收服他们还没那么简单 但这些都不是重点 关键是他 只要击溃他 马上就可以结束 唐三藏不要再白费力气了 你认许的杀物净 已经消失了 接受事实了 师父 可恶 失败了吗 持国天老师 现在该怎么办 去完成我给你的指示 干掉唐三藏 遵命 唐三藏 我奉东方将军 持国天之命 杀你 木槿 等下 死吧 师父 师父 可恶的中游 看你还怎么嚣张 空击住了 我空击住龙人了 这边的狼娇也没问题 很好 师父 按照您的指示 我把小贼唐三藏杀死了 本是有为之人 却落得如此结局 可惜 背叛天界 这也是意料之中吧 师父 你死得好惨啊 我要替你报仇 让老夫看看 他身上可有叛徒如来的物件 这是 沙子做成的人偶 那么 石国天老师 得罪 木槿 你疯了 竟想老夫出手 石国天老师 向你出手也是迫不得已 我的记忆已经恢复了 唐三藏 才是我的师父 这是怎么回事 主要变成了流沙 就是 弥天幻术 我们被愚弄了 是吗 吴京 你刚刚从忘卧之事中觉醒 就马上加入贼匪的行列 不但背叛天界 还背叛老夫的信任 太令老夫失望了 正好可以重新学习 为天界正途效力 可不可以 可惜 你真是教死人了 这个坏术弄得我全身都是沙子 下次别让我做这种事 悟靖本来就是我师弟 你却洗掉他的记忆 强行受他为徒 这怎么也说不过去吧 偷来的东西 早晚有一天是会失去的 我们就是接受不来经营教育 这事是勉强不来的 师弟肯定是受不了你们这一套 才清醒过来的吧 师弟的坏术还是那么的厉害 就连堂堂持国天王 也给愚弄过去了呢 持国天老师 您对我有恩 但我必须站在师父的一方 悟靖 那么我们就是敌人了 十六年前 孙悟空因祸乱天界 被三眼神将竹杀 唐三藏等人命运 也因此变得不同 不识时务的 就是猴子的下场 猪八戒 被拔去了獠牙 杀悟靖 被杀心观音 施以忘我之术 洗去从前的所有记忆 我 我是谁 天界正在佣人之际 你今后要努力呀 知道 真正的他 从此沉睡不醒 要您放弃追杀唐三藏师父 是不可能的 那么即使不情人 我们也已经是敌人了 用尽必一身力量 来阻拦您 孤靖 有 杀 啊 这个沙漠 想射我的海浪一样 施国天老师 失礼了 就让我来做您的对手吧 孤独击 老狐靖 师徒是遗迹已不在 书怪老狐 出手无情 我知道您的实力在我之上 但在流沙河中作战 多有极朗的优势 太天真了 这一点点幻术 老狐可没放在眼里 不要小看 我也是从不断的战斗中磨练出来的 只有一根手指头 就填住我的剑 冲斗 笑死人了 在老公面前 别敢这样说 你不过是有十年时间 走了一趟妖怪的 不好 老夫 他兄我戰鬥了三百年的天界守護神 你在老夫面前 無論任何時候 都只是嬰兒 無敬的身體能夠做到化石為虛 不過他的魂魄驚藩 仍會寄宿於億萬飛沙之中 看清楚細沙的名相 盾查他虛實之間的聯繫 就可以知道他 在這裡 悟驚 你的道行還是太淺了 老夫熟知你的實力 你的任何伎倆 都瞞不過我的眼睛 還要親手殺死你 這是你回饋誓言的報告 可有父母兄弟和愛的人 無敬 身為沙妖的你 怎麼會為這些事情而煩惱 過去一一成過去 你現在要做的事 是放眼未來 天公是世人羨慕的天地 這是一座 這是一座 建在雲上的巨大堡壘 金碧 金碧輝煌 雕樑化洞 很漂亮 很漂亮吧 不過 漂亮的東西 需要守護 這世上 有太多邪惡之徒 想打他的主意 我們都有直屬軍隊 隨時準備著 抵禁敵人的入侵 守護天界 以及守護世間正道 無敬啊 你可願意 加入老夫齊下 我 可以加入天界 當然可以 我立即加入天軍 助師父守護天界 嗯 很好 很好 我當然記得曾經立下的誓言 但是 池國天老師 您還不明白嗎 如來大神將其境保護起來 一定是因為他看出了天界的問題所在 我恢復記憶後 立馬就加入師父的行列 是因為師父他們心中存著大意 行大意之路 心中 自然不會迷惑 嗯 區區一個殺妖 竟然妄談大意 天界之勢 還贏不到你 你來評判 我是謙卑的殺草 無論是跟著唐三葬師 還是跟著您老人家 我永遠都是唯命是從 這是我最有主見的一次 我深信我的選擇不會錯 我會毫不後悔的戰鬥到底 封殺之劍 你向我挑戰 這本身就是一個錯誤 你會付出慘重的代價 好 讓你見識見識 保護九位施展的儀式 十陽分天 封殺之劍 轉輪 轉輪 好可怕的出擊 好可怕的 竟然將我的流沙和幻術 硬生生正破 這個 才是池國天老師的真正實力 武京 你的道行太淺了 也受教訓了嗎 我投降 能逼出老師的真正實力 我的目的已經達到 我本來也不是為了贏老師 那你想幹什麼 我只想分散一下老師的注意力 好讓師兄們可以順利辦事 好 可我 你們太過分了 別動 我的弟子們 不好意思 直播天王 你可愛的弟子們 已經被我擒住了 目前來說 可以用人質來形容他們 什麼人質 堂堂天界戰士 八大金剛 豈會貪生怕死 沙巴 老夫保證 他們每一個會流一滴眼淚 你不會聽到 一句求饶的話 師父 嗯 八大金剛是有頭有臉的大神 當然不會哭哭啼啼的 對吧 好誰 嘿嘿嘿 有頭有臉的大神嗎 我喜歡 狗熊 師父 有頭有臉 但沒耳朵 唐三藏 你怎麼也算是個得道之人 怎麼能做出如此卑劣之事 戰場有戰場的規矩 折磨失敗者 算什麼本事 老夫絕不會讓你得逞的 是嗎 在你老人家口中 我們早就是賊匪了 還講什麼規矩 把肉割下來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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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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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你 要是持国天王愿意高抬贵手 三位金刚自然会平安无事 你这个家伙真会讨价还价 你们走吧 放人 没问题吗 持国天王重视名声 说话算话 不必回 走吧 持国天老师 我要跟随师父上路了 老夫以为你已经彻底忘记过去 你是怎样恢复过来的 我发现自己迷失在一片漆黑的荒漠中 有个声音在天空不断地呼唤我 后来漆黑的天空崩塌 快清醒过来吧 我向着明亮的地方一直走 我就回来了 若不是唐三藏坚持到最后一刻 你也无法清醒过来 他也是一样的 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徒弟 好了快走吧 下次再见可没这么好运了 下次再见我会更长进的 师父 边走边说吧 是 是 师父 我们令你颜面尽失了 失败是宝贵的经验 没死就可以了 师父 我有话要说 是关于师兄弟的非常重要 说吧 悟空师兄还有救 什么大师兄 传说中的大妖 悟空师兄 当日天空之变 他被剖出心脏惨死 不过师兄的妖魂还未灭 他被封印在南海中 正由龙王敖雷家族严密看管 只要我们破坏封印 释放他的魂魄 他就有机会重生 就是说 要救悟空师兄 先要挑战南海龙王 你 悟空 当初我为什么没有听你的 宣令我 师父 不要念 别 悟空 悟空 师父 你干嘛一个人走这么快啊 这里就是南海龙王的地界 不禁 我没有找错 没错 前面这些巨大的石柱 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是某种法术封印 这么巨大 好可怕呀 这些巨大石柱 是封印法术的一部分 他们是用磨山之石雕琢而成 能够一点一滴吸收分解魂魄的力量 被封印于此的魂魄将不断减弱 直到灰飞烟灭 吴京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石国天老师带我来过 参观这里的法术布阵 我也给过一点余剑 他说这里隐藏着巨大的秘密 封印着一头令天众也感到烦恼的大妖 那头大妖是从石头中出世 所以要用巨石阵封印它 除了悟空师兄 没有符合这个描述的对象 嗯 没错 从石头中出世 只会是悟空 白狼 我们要先救悟空 环境之事不得不先割下来 师父 解救师兄 当然是要立刻去做的 小语似乎也是这个意思 我们越接近师兄 其境的光芒就越大 悟空曾以性命保护他 相信他肯定不会忘记 朕不想记起那个时候 十六年了 悟空死后也不得安宁 我们一定要救他 上吧 上啊 一起上 上啊 一起上 啊 师父 你怎么不动啊 我 不会游泳 嗯 师父 难道你只挖老猪吗 哎 你什么时候 遇见过猪会游泳啊 别看我 我是杀属性 不能下山 好气啊 让我去 我在天羽山的时候 每天都给龙族捕鱼 游泳我没问题的 白狼 凭你一个人 恐怕是不够的 我 我 不够 论水性 应该没人比得上龙族吧 看着我干嘛 终于想起我了 我还以为你们当我不存在呢 现在悟空需要你的力量 悟空 孙悟空关我屁事啊 他又不是我兄弟 当年一起西行 你们只是把我当一匹马使坏 从彼岸回来后 你们却天公领赏 我连个屁都没有 结果你们得罪了帝十天 反倒害得我没法解除祖兽 你倒是说说 孙悟空凭什么需要我的力量 你 你不要多舍不饶人 哎 猪八戒 你不是一直说我是个祸害吗 嗯 敖雪 你误会大家了 嗯 你很重要 我们不能没有你啊 哎 别那么小气嘛 你哪会是祸害呢 看老猪就是跟你逗逗嘴 闹着玩儿 我怎么会讨厌你呢 敖雪 你一直给我一种很值得信赖的印象 我不会看错的 哎 敖雪师兄 别生气啊 你可是我学习的对象啊 都给我闭嘴 不要脸的混蛋 为了叫我帮忙 什么恶心的话都说得出口 我听得都快吐了 有人来了 这是 南海龙族 南海龙族 什么人 胆敢闯入南海龙王地界 我 南海龙王长子熬一龙 绝不饶舍 大哥 前面那个人 是唐三藏 弟弟 你没看错 哼 还有猪药跟沙药 他们可是 最近炙手可热的人物呢 他们的事 我也有听说 蒙三藏吗 你们不再妖怪大盗 去来本王的地盘闹尸 哼 你们这是自寻死路 南海龙王 抱歉打扰你了 如果我冒犯了你 一定会磕头谢罪 不过 我就只想问问 孙悟空 是否在南海之下 哼 你什么身份 敢跟龙王问话 龙王没必要回答你 快滚 孙悟空是我的徒弟 如果他十六年来 都被封印在海底受难 我必须知道 是要怎样 不是要怎样 是的话 这口怒气的老子 可吞不下 大哥 前面那个人 是唐三藏 他们可是 最近炙手可热的人物呢 他们的事 我也有听说 封三藏吗 你们不再妖怪大盗 去来本王的地盘闹尸 哼 你们这是自寻死路 南海龙王 抱歉打扰你了 如果我冒犯了你 一定会磕头谢罪 不过 我就只想问问 孙悟空 是否在南海之下 哼 你什么身份 敢跟龙王问话 龙王没必要回答你 快滚 孙悟空是我的徒弟 如果他十六年来 都被封印在海底受难 我必须知道 是要怎样 不是要怎样 是的话 这口怒气的老子 可吞不下 如果你不赶紧 把法术封印拆掉 我就拆了你的南海龙宫 把你南海龙族全部抛开 剁碎尾鱼 大胆 唐三藏 你口气可真够大的呀 就凭你 再加上那些不三不四的小妖怪 还有 那边的家伙 出来吧 好血 他怎么会在这里 那是 东海龙王之子 本王的兄长 东海龙王 家教严厉 是出了名的 他的几个儿子 都是出色的龙族战士 年纪轻轻 就能得到勇者称号 老龙王对身边的儿子 都大有期望 如果让老龙王知道 他有个儿子 或同唐三藏胡作非为 肯定会大失所望 肯雪 真是往伤口上撒盐呢 肯 肯雪师兄 老龙王早就没他这个儿子了 大哥 别说这么过分 我说的过分 他没出血 只能到处为非作改 被杀新观音收服了 当个宠物 这简直就是龙族的耻辱 垃圾中的垃圾 诸狗不如 好好笑啊 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啦 他在龙王大殿上 被他父亲喝了一声 马上就尿了一地了 都八岁了 我们学会一丁底儿 龙族的本事 都怪他那几个哥哥 他有本事了 现在他格外低能 我不是低能 就是低能 还得还嘴 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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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族的耻辱 是在说我吗 很好 很好 我就是要让龙族蒙羞 我就是要让我父王蒙羞 谁呀 老子不怕你们 哪个派老狗 还有你的狗崽子 快过来 爷爷我要干分你们 干到你们南海海底都穿掉 木无尊家的臭伤 竟敢叫我父王老狗 你活腻了 你死定了 都你手忙 好啊 好啊 我会用拳头 好好招呼你们的 求敬我大师兄十六爷 老猪我要发火了 看我大狐狗 看我大闲伸手 看我大仙伸手 凌器击前 南海狗贼 做好送死的准备了吗 他们来了 父王那只狼游流下去了 不急 躺三脏你闪开 好险不要跟他们打 去帮白狼 我凭什么听你的 这就是封印悟空师兄的地方 听师父说 他是为了保护小雨而牺牲的 小雨 我得快点 小子 哪敢吵南海金帝 大兵来 得陷过南海龙族这一关呢 一起上 安静的 你爷爷猪八戒再存 守得意 看招 追途猪要不好对付 南海狗账 看老猪把你们咬成了两端 八戒 我们要为白狼熬血争取时间 五金不能碰水 只能靠你跟我 唐三脏 别太放肆 是 躺开 挑戏南海 不但是跟整个龙族作对 还得罪了天咒 你们以后不会有好日子过 哦 多谢忠告 哦 多谢忠告 你 输 下去吧 啊 老猪 快去 破坏那些封印 唐三脏 记住 这可不是为了你 哪里 在本王面前还轮不到你放肆 今天我替老龙王好好管教你 大本王把你绑到东海 你猜猜老龙王会怎么处置你 说不定他会抽出你的龙巾 让你永世只能做一条小蛇 放开他 唐三脏大法师 你们得道之人 都是光斗拳头 不讲道理的吗 对付无赖 倒也是没用的 最有用的是这 父王 老许 快去吧 大将 都靠你了 老许 唐三脏 你要逼我动真格的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哦 原来你一直在客气 你死吧 你平子两立 在海上作战 你还想赢我 不敬 师父 来了 看着这儿 打到老虎了 可恶 可恶 龙王 我又回来了 好 龙王 我 我又回来了 老许 大家都靠你了 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看在这句话的份上 就随便帮一帮吧 放开我 真没用 看我的 熬血师兄 好厉害啊 蠢财 你有天狱收的火龙回附体 怎么会打不过那些龙龙 对 对不起 熬血 住手吧 熬灵 你也要来妨碍我们 为什么要帮他们 你真的 那么憎恨自己的亲族吗 你该问的是 为什么南海会跟天众勾结 囚禁孙悟空的魂魄 龙族这么看重荣誉 居然愿意给天众当走狗 你回去吧 别别我伤你 阿萱 阿萱 我还以为 你是个只会打坐念经的小和尚 没想到 还有两下子 阿萱 阿萱 龙王 你向你道的事情多着呢 今天 请让你见识见识 笑话 你在水上都站不穿 还想跟本王斗 手脚无法抓地劫力 我全都拿出的力量不够 龙三子 告诉你也无妨 孙悟空 就是本王囚禁的 我甚至是 风云他 就是要摩拾他的魂魄 让他永不超生 开 就是这个了 被封印了十六年的石中魂 十六年前 我做了一件错事 而我的徒弟 因为我犯的错 被你这个无赖 折磨了十六年 龙王 这十六年的悔恨 我会以拳头告诉你 说得真好听 我 你的拳头 能帮得到我吗 你这拳头 你就打算靠这个来保命吗 你属于这种独立的 是吗 怎么可能 有处破产的 可恶 他就有这种力量 可恶 去死吧 生气了吗 看来被我打得很痛啊 忠用的招式 你只会这点把线 小看本王 龙王打盾 一击就得将你粉碎 看来没有 十六年了 终于有救 活到后面困 他今天 即使是死 我也不在乎 龙王 像你这样的人 根本不会明白 请别妨碍我 山哥 你就得死 龙王 见识了吗 就这么认输 也不丢人 唐三丈 本王不把你随时万断 难谢我心头之恨 哦 试试看呢 好 好 好 父皇 封印石柱被破坏了 可恶 真没用 说我的好 大师兄有救了 不 还有更多 封印石柱只破坏一两根 起不了什么作用 他们要更加把劲 又破坏了一条 轻轻松松 蠢才 你不知道召唤火龙魂吗 唐三藏教你的那个捕捉小鸟的练习 就是要你练习如何与天地相容 进入无我之境 龙 是能够召唤风火雷电等自然力量的存在 你的心如果能跟自然融合 就能使出龙魂的力量 明白吗 敖雪师兄第一次提点我 与天地融合 竟入无我之境 只要我存在 星际将捕捉小鸟 小鸟就会飞走 捉到他了 看来你就是个白痴 害我浪费时间说这么多 看着吧 叶龙魂 我可以把自己的龙魂传到你身上 白痴 我的龙魂 可不是谁都能驾驭的 兽大人 我明白了 与自然融合 召唤兽大人 叶龙魂 做得好 一起上吧 哼 与自然融合 召唤兽大人 叶龙魂 做得好 一起上吧 哼 学习能力倒是不错 天羽兽的龙魂 有很多年没有见过了 始终魂一动了 风影石柱的威力在不断减弱 整个海底都在震动 小子 你是谁 谁 谁在跟我说话 是我 你在哪儿 春彩 在你面前 我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我被困在这里十六年了 不是因为那个该死的三眼神教 都已经死了 是我这些也没用了 齐精 小子 齐精为什么会在你手上 我叫白狼 是齐精的守护者 我的使命 是把他送回西天极乐世界 那你来这儿干嘛 我是来解救悟空师兄的 哦 唐三藏师父 八戒师兄和悟景师兄也来了 是吗 这群不顾正业的家伙 悟空师兄 我们要怎么做呀 破坏更多风影石柱 全种封住我的十一零剑 石柱破坏之后才会出现 哦 啊 白狼 你愣在那里干什么 啊 翁雪师兄 悟空师兄和我对话了 呃 他说 是 一柄剑 什么一柄剑 你这家伙 能把话说清楚点吗 就是 啊 小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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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雪 这么多年不见 送你一份礼 可恶 喜欢吗 嗯 哎呀 好一龙 你这个混蛋 哼 当年在龙人学院的时候 你一向被我们踩在脚下 自从你走了 我也感觉很无聊呢 今天 正好可以怀念一下当年的感觉 本来也没空理会你 既然你找上门来了 我就好好跟你算清这笔账 哼雪师兄 我帮你 谁要你多管些事 你以为你很闲吗 啊 你不是还有事要办吗 滚 快去 师兄 你小心 哈哈哈哈 你自身都难保 还有空去管别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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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同往日 你来惹我 就等着后悔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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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哼 哼 辣子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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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你知道吗 鲨鱼对付猎物的方法 就是先狠狠地咬一口才游开 啊 等着猎物的血被放干 变得虚弱 最后隐眼一息 熠 熠 熠 你就是我的猎物 你在学院的时候 还没学会电龙魂 而我 已经是水龙魂最顶尖的学生 在水中战斗 我能够发挥出比平常高十倍的战斗力 你 你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哥 不要打了 我们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 哼 那个垃圾 你当他是自己人 毕竟 我们自小相识啊 放开 那个狼妖去破坏封印石柱了 你快去追他 哥 这件事情跟我们龙族没有关系吧 做到这个地步还不够吗 建造封印石阵 囚禁大妖孙悟空是天中的事 我们为什么要听天中的指挥 父王答应了的事 你不要多问 凹水说的没错 这根本不是我们龙族的作风 我们人一向看重荣誉 从不受他人驱逝 得是今天 为了一个孙悟空 够了 你是南海龙族的公主 守本分就够了 你没资格对父王的想法说三道四 父王都是为了南海龙族的大业者行 你懂什么 有天中的扶持 我们才能碾压各大龙族势力 成为四海之王 你们勾结天中 想推翻老龙王 哈哈哈哈 事到如今我就告诉你吧 龙族势力众多 一盘散沙 老龙王年纪大老糊涂了 龙族的前途迟早会在他手里 这个位子早该让出来了 我父王高瞻远主 知道借助天中的力量 建立龙族帝国 这对我们龙族都好 你应该感到庆幸 哼 说得那么好听 不就是想压迫其他龙族吗 哈哈哈哈 欧雪 你还是那么愚蠢 所以你永远都被我踩在脚下 龙族的一举一动 我们一直都有转召给天中 天羽山龙族私藏奇境一时 就是父王向天中传达的 原来是你们 天羽山龙王那个蠢老头 可能到死都没怀疑过我父王吧 还有天羽兽那个嚣张的家伙 死得可真惨啊 哈哈哈哈 要破坏更多的封印石柱 看我的 这样是用兽大人的火龙魂 对我的消耗也很大 哼 小子 做得不错 可恶的始祝 力量不减弱 这些东西伤不了我 但我能夺活胜不自在 看到胸口的裂痕吗 游进来了 快一点 我感觉弄麻烦的家伙要来了 是谁啊 别多问了 快点 哦 唐三藏 不得不承认 作为一个凡人 你真的令我十分头疼 不过也到此为止了 你的死期不远了 哦 本王 我看不出你有本事杀我呀 哼 杀你的不是本王 你们来南海闹事 你在本王预料之中 你以为我会没有部署 本王 已为你们安排了对手 他已经到了 这是 天军中有的红金大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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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戒师兄 看那边 这有可怕的压迫感 来的难道是 三眼神价 这家伙竟然来了 事情变得麻烦了 唐三藏大法师 我们又见面了 本将奉帝师天之命 将你捉拿审温 这些东西伤不了我 但弄得我浑身不自在 看到胸口的裂痕吗 浮进来 慢一点 我感觉那麻烦的家伙要呆了 是谁呀 别多问了 快点 哦 看见了吧 这就是我的真身 我当你在天军 不小心被砍了头 天军害怕我被转世 回去报仇 便用北帮将军 皮杀门天王的一领宝剑 封印了我的灵魂 一拔出剑 我就自有了 悟空师兄 我马上帮你拔出来 等一下 有个家伙过来了 你先应付一下 头 谁呀 来这里骚扰我和猴子 你 你是谁呀 是老夫问你才对 头 跟土地爷爷有点像 猴子的目的 怎能让你随便乱闯 快 你 老夫看死今的目的 已有十六年了 一直打点得妥妥当当的 你这个小贼 竟想捣乱 我 我是来解救悟空师兄魂魄的 不是来捣乱的 这 就是捣乱了 放了 放了孙悟空 南海就不给老夫报仇了 你 打算怎么补偿我呀 我没有你要的报仇 没有 就有命迪吧 你这样的话 我只能 少先进的杀尸 打不出来了 怎么会这样 小子 你的身体是我的啦 正好补充一点养分 男者又活的 呵呵呵 虎儿 应该很不一样吧 悟空之秀 怎么办呢 你 不 恐 是 三眼神将 没想到会在此地遇到你 我以为威武的天军 只会在重大战役中出动 莫非天宫无人 连看守墓地 也要派神将来做 不 我是为执行天界律法而来 帝师天亲自下令 他要见你 无恶死活 为他取经归来时 也不见他如此重数 天军不会为了一个人而出动 这次是特殊任务 所以我精心挑选了三十名卫士 他们都是在过去的战斗中 存活下来的人 是跟阿修罗的战斗吗 怎么 怕了吗 看着 看着 蠢货 你这家伙跳来跳去的 烦死人了 有本事继续打 天军既然来了 我就可以退下了 你别 可恶 南海这群卑鄙小人 一直在拖延时间等待阮兵 秦军 这 千万言百 天界经历的战斗有多残酷 你应该有所耳 说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什么时候做了天中的走狗 说什么走狗 大法师 你是得道之人 不要这么偏激啊 本王的做法叫 使食物者为俊杰 天跟龙合作 互惠互利 对大家都好 天跟龙合作 看来是一门大审议 原来你已经可以代表全铁龙族了吗 没错 不怕跟你说 王正有此打算 龙族过去就是太松散 太缺乏管理 若有本王领导 龙族必定更加壮大繁荣 这一点 帝氏天也同意 我们已会面多次 互相传达了信赖的心意 将你作为礼物送给他 这份信赖之情会更加深厚吧 你笑什么 我笑你放弃龙人的骄傲 向天众摇尾启人 你指责老许的话 又在你身上更合适 你才是龙族真正的耻辱 说吧说吧 你死到临头说什么都无所谓 神将交给你了 唐三藏 两条路给你选 一 跟我回去 二 我带着你的人头回去 三 战胜你 继续我要走的路 你应该明白 这是不可能的 我这十六年学到最深刻的一件事 就是不要以为自己不可能做到而放弃 如果那时候 我就懂得这个动力 大家的命运 也许会完全不同 可怜的凡人 不要为改变不了的东西而苦恼 过去的事 不过是一场梦 不 可以改变 一定可以改变 三眼神将 我要证明给你和天界看 今天 我一定要救出孙悟空 哼 天界最强神将 头三藏 向你挑战 抓老朱一份 让天主见的见识 神将 我出八戒向你挑战 杀雾镜大胆 向天界最强神将挑战 很好 我从不拒绝挑战 来吧 你 不 好 不 不 炸 实力 刚散造 只有这种实力吧 你想我挑战这是个笑话 想弥补过去 全都没力量 真是空谈 在悔恨中死去吧 师父 你 没到时候 我 我还有没做完的事 死了 还没到时候 我 我还有没做完的事 辅不得你 师父 我来助你 尝尝老火度火霸 尝尝老火度火霸 带给我去 三眼神将 别以为我们好惹 师父 伤势如何 不闻事 今天就顺便给大师兄报仇了 哼 无用的挣扎 等待着奇经逃亡的那一刻起 你们的命运 就无法改变了 你们的终点 就在这里 天军 敬重 杀 看牢猪把你们赶翻 在下 也要略尽免力 白狼 欧险 你们要快点 我 我 我 不行了 我 就这么完了吗 白狼 坚持住啊 是谁 我拉你上去 白狼 就快了 撑住 小白狼 我们又见面了 土地爷爷 上次分开后 我四处打听你的消息 似乎进展得不错呀 伟伟 你是哪里来的 这里是老夫的地盘 你想惹事吗 不 不 这头小妖是我朋友 不能让她死在这里呢 她一心救人 并无恶意 你可以通融一下吗 这怎么能行 只差一点 老夫就存够魂魄碎块了 可以过好日子了 你差的魂魄碎块 我给你 这样行不行 你给我 这么贵重的东西 最贵重的东西 不外乎救人一命 南海土地神 你答应放人 马上就能得到想要的东西 还用得着在这里守墓吗 我们虽然被称为神 但不过是赤浮尸的死灵 失去魂魄碎块下场有多惨 你不会不知道吧 你还啰嗦什么 到底想不想要啊 哈哈哈哈 就为了一个小妖 你可不能反悔啊 哈哈哈哈 怎么会呢 你先到外面等我吧 那小子进去很久了 虽然里面有土地神看守 但那家伙生前是个酒鬼 未必靠得住 万一被他拔走了神剑 天众必会责怪我们守护不周 熬灵 你快去把那狼妖揪出来 谁都别想走 你以为战斗结束了 还想死缠烂打 熬雪 你就这么急着找死吗 找死 没错 我找死的人是你 熬一龙 你彻底惹怒我了 我很久没有那种折磨别人之死的冲动了 但因为你 他又回来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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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死人了 也不自己照照镜子 就先收拾你 爷 哈哈哈哈 我在世中的苏果是你的石碑 你也不太坏大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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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始终是垃圾 你也让我自己干劲的本事都没有 当天只有天羽兽那个白痴才会觉得你有潜力 真是可笑 你 黄雪 我现在就了解你 你不再给龙族丢脸 哥 别杀他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这个 再给我更愤怒一些吧 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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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对得还打掉 住手 熬一龙同学 你们这样做 是不是太过分了 原来是我们的模范同学 天羽兽啊 你想为这怪胎出头 熬一龙同学 电视快到了 你有空做这种闲事 不如努力修行吧 还有 你们没一个手的对手 不想出丑 就赶紧准备吧 你这小张的家伙 怎么办 熬一龙是要和他打吗 怎么可能 我们连手都打不过听你说的 我们走 起来吧 起来吧 熬选 原来你一直躲在这里 干什么 我想找你聊聊 没什么好聊的 老师同学都当我是烂泥垃圾 而事实上 我的确是 不 你的才能应该不差 只是你缺少自信 如果你有信心也可以像我一样 哼 这种话被你这天才说出来 还真有说服力啊 走走走 不要假装关心我 让我一个人静静 好吗 不好 你干嘛 带你飞 喂 喂 快帮我回去 我好怕啊 我们是龙 本来就可以上天下海 有什么好怕的 好高 别说话 留意我们的四周 感受吧 熬选 这种自无自在的感觉 救命啊 跟我来 没什么值得害怕的 只要忘记恐惧 你就能飞 感受吧 熬选 这种自无自在的感觉 跟我来 没什么值得害怕的 只要忘记恐惧 你就能飞 这是 你看 你能做到的 远不止是飞 老一龙 想看吗 清雨兽所说的那个钱囊 我就让你看清楚 清除 什么 电龙魂 不好 这股电流的强度不在不枉之下 被困出来 哦 是个电龙魂 这种强度 大阁衣服不了 糟了 宋明的脸 这是昂雪冬陆的电击小鬼 刚刚不是还很嚣张吗 可恶 使尽全力 你懂不了 现在的样子真可笑 不过更可笑的 现在才开始 我的大红鸡 能够被击中的家伙 全身麻痹好一阵子 你怎么看 能听就是不能动 我错的笔衣裳 能够来给我帮钱吗 现在换你了 让我看看 仙哥哪里好呢 我是南海龙族王子 你敢动我 高尔 不要 天语说 如果你们在 肯定会阻止我们 但是我不能放过他 他可是你们天语上的仇人 我先插你一眼 小鸡 七少 你的仇 我记得 老杰 大哥 你还是老样子 先睡一觉吧 上 包围他们 出发 出发 快出发 天君也太热情了吧 我的招呼不过来啊 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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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叔把你们偷偷吃掉 八戒师兄就想起 小心 不好对子的家伙来了 即使在烈士中独战 也能保持从容不破 你是个有趣的凡人 让我看看 你有什么再快来 好几 你叫做老东 好可怕 神将的每一招 都令我感到巨大的压力 只是面对它 就让我一身狼狠 这样的人 究竟有着怎样恐怖的过去 诸位神将 你们都是天界中 千挑万选的勇士 保护天界的重任 就落在你们肩上了 吴等必定不如神将之名 能被选上真实荣幸 今后一起努力吧 保护天界 可不是一句口号而已 自远古时代开始 天中与阿修罗之间纷争的历史 就只能用鲜血去输血 三眼 你来了 我不行了 请听我 继续守护凡界吧 真不甘心呢 战斗就伴随着牺牲 减负神将的称号 就必须有所觉悟 然而心上不会停止 只有真正的强者 才能活在神将的称号之下 这就是天道 没想到最终只有三眼他一个人做到 三眼神将 天界的不二之臣 你贡献良多 说吧 想得到什么赏赐 赏赐 封号 地位 什么都可以 凭你的功绩 绝对足以福州 高剑摆在庙堂之上 只会沦为白射 不是天界的白射 要赏赐 就赏赐战斗给我吧 三眼神将会天界争战无数次 白射 从在前线 我的使命就是战斗 就是不断杀敌 我从不失手 这一次 也不会例外 他们祝你 不可应该 一定要看得他的破产在出境 也是 他的破产在哪 他 别妨碍老夫 金圈 列队 出击不妙 无法突围出去 这些天兵跟随神将作战多年 果然不简单 唐三藏 你不可能一直躲下去 你拥接你的死体吧 没错 在神教面前 你一直躲 反倒都一死 不要吧 你赢上去 你赢上去在此活 看见了 神将的破绽 神将 这个半破灵的招式 现在都活了 神将 看见了 唐三藏的齐全 三人神将 看到了吗 这就是唐三藏的齐全 你的心里 我看到了 能将我打退 凡人里面你是第一个 看来 我得更加认真才行 我已经抓住了他的破绽 请攻得手 但是 他一瞬间就从历史中恢复 果然不是我能应付的对手 能对付他的 只有 他会被捐 这下不妙 黄残葬 你是个有趣的挑战者 但是 也就到此为止了 可恶 又被他压制了 忍受吧 还 走 向他败我 赶你加把劲神将 忘了还有本王吗 康三藏 这就是你冒本本王的代价 好享受吧 可恶 你这卑鄙的老狗 居然偷袭 小鬼 你是怎么打个总开出老头的 是土地爷爷帮的王 他是天羽山的土地神 哦 竟有这种事 奇怪 悟空师兄 这把劲还出来就行了吗 没错 霸出此剑 我的魂魄就自由了 好 好 烤的 终于自由了 小鬼 既然轻 将来再烦 我想转世重生 做一个真正皇陵该做的事 师兄 你 你要走吗 什么事 他来走之前 还有事能办 小鬼 记住身体哟 滚开 师父 太可恶了 俺老猪不会放过你们的 打死你们这帮处逃 猪妖 你们大势已去 别做无谓挣扎了 我以为是冰 我以为是冰 老朱说师父教会 给人打架都留起手 我现在 俺老朱可顾不了那么多了 该死的男孩吃尸狗 老权死吧 二龙瓦 唐三藏 我欣赏你坚持战斗的意志 你是值得被我视为对手的第一个凡人 不惜你已失败了 接受你的命运吧 不 我成功了 我的目的只有一根 现在已经完成了 好险 还以为撑不下去了呢 孙悟空 大师兄回来了 大师兄 你回来了 大家小心 大师兄 长春树中的大药 孙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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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印被戒除了 一群没用的家伙 孙悟空 十六年前 十六年前 已经死在我手上 现在 如果是有我们野鬼 还成什么强 一群没用的家伙 这虚心的巨像 给我修饰吧 大人 孙悟空的魂魄 必须依附在尸体上才能现实 令妃这些尸宽 他依附的尸 师父 我们又见面了 悟空 你依附在白狼身上 我见这小鬼资质不错 就借他身体用一用 现在的白狼 就是悟空师兄 悟空师兄 你没事就好 老猪为了救你 出了好多力呢 别过来 我这样就没事 开什么玩笑 悟空师兄 我一死了 我被砍头了 现在不过是无主公魂 我孙悟空天不怕地不怕 就是漫天神佛来叫我干架 我都没怕过 偏偏是曾经和我出生入死的师父出卖我 如果有此燕照 老子可以横遭整个天宫 这必须变得太出殿 再在帝尸天头上拉炮屎再走 都没有问题 师父 为什么不信我 既然你当年不信我 让我被天中杀死 现在还能干嘛 我另外一个人 我会没听到 我会想了 那我去做这些人 这些人 我应该会想到 那是那些人 都没有了 我还会想到 那些人 不咬过来 是 我看来 这些人 我会想到 那些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的火只是暂时衣服在白狼身上 要等 太勉强了吧 这狼妖身体跟我相性不错 刚刚好 招呼这位老朋友 是不是呀 三爷 孙悟空 即使你全力以赴也不是我的对手 何况这个样子 对付你的话 这些足够了 我跟十六年前一样 打败未能全力作战的你 不会令我愉快 今天 我的职责是收回奇境 你就要此离开去阴间上路 我不会与你这 你在说什么笑话 不如 你也静静带着人回去 我也不会想烦你 怎么样 可爱 我只能再次杀死你 八戒无心 大师兄 小师兄 你们负责保护好师父 我去打发一下狗式的家伙 师兄 放心吧 悟空 我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就好像回到了那时候 这十六年一切都在改变 但那熟悉的笑容 一看就会明白 孙悟空什么是孙悟空了 没变 你们师徒续旧 续够了 三眼 你这么心急干什么 就这么想被我打败吗 被困在海底十几年 终于要进到大兴神仇 怎么能把忙 花果山兵团 出来 大王们将为赵方文 三眼神价 天津战士 你们听好了 花果山水帘洞 齐天大圣 孙悟空在此 不怕死的 就给我来吧 这样吵闹的陌生 很多年没有听过 大圣 大圣 又还是那么复华 由他去吧 天津战士 集中注意 别受干扰 是 孙悟空 这些把戏有什么用 三眼 你还是这么无趣呀 闲没用 那就尝尝这个吧 好 好 好 没得好眼哪 不错 看来 不经解决三眼神教 大家无法上路呢 师父 你们留在这里等我吧 我会回来的 总空 今天就在这里了解你 大话 神将 我今天就要保当年砍仇尽场 这个结局 只有再次失败 而且还要赔上狼妖的性命 怎么那么容易 尔鲁尔 尔鲁尔 爹 为什么会这样 睡吧 孩子 爹我 抱 你 好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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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猪八戒 还有你们这伙人 删除我南海禁忌 破坏捣乱 狠杀我爱儿 鸡皮架 要怎么算 这是我干的 死定 做出伤天害理之事 还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你们南海狗坏事做尽 还想翻摇我 剑人杀了不敢连 你们欺人太阵 以为我南海没人吗 有的话就过来吧 别废话 你似乎是真的没人了 龙王 请息怒 现在不是动手的时候 好久起来 你来得正好啊 那是 龙和梁王之子 熬雪的大哥 东海的家伙也来了 我本奉父王之命 向南海龙王问好 没想到遇到伊龙兄 和涉地熬雪 正在海中恶斗 因此出手制止 伊龙兄 受了一点伤 父王 我要杀过他们 杀过他们 伊龙 你怎么样了 我 我被熬雪刺瞎了 他打不够我 就是伊龙 父王 要替我出头啊 什么 简直欺人太阵 熬焦失智 看到了吗 二龙已经惨死 伊龙也受了重伤 我们龙族被欺负到头上了 你就与本王联手 把这些家伙干掉吧 最后来 挖着 这些家伙 幻想一看 有可 不许 他 对 东海本是一家呀 没错 话虽如此 但是 为什么东海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里囚禁着传说中的大妖孙悟空 是 这个 这件事情彻底调查清楚之前 恕我不能出手 豪教兄 豪卷回我一幕 你至少要把他交出来 办不到 他的惩罚 由龙族审讯来定 这是龙人的传统 你的心情我理解 但是规矩不宜坏 你就是唐三藏大法师吧 久仰大命 涉地凹雪 当年随你同赴西方极乐世界 西行归来之后 却销声匿迹 莫非 是大法师一直在照料他 没错 他一直跟我在一起 实在是万分赶极 不过 今日我重遇涉地 理应带他回去见父 那我 你 你要带他走 正是自已 莫非 是大法师一直在照料他 没错 他一直跟我在一起 实在是万分感激 不过 今日我重遇涉地 理应带他回去见父王 你 要带他走 正是此一 不行 敖 敖雪跟我相处多年 不止一次表示 宁愿去死也不要回龙祖老家 就算你是他的兄长 也不能抢人所难吧 他的性情 想必大法师也很清楚 他这人浑浑噩噩 说话做事都摇摆不定 就算他对龙祖老家 有诸多抱怨 也不能当真 比起几句都不能当真的抱怨 回归亲祖 才是天经地义之事吧 但是 他身中恶咒 必须用我的法术来解救 龙族之大 熟悉各类咒术的巫师多不胜术 区区恶咒 不足挂齿 这家伙 他嘴炮厉害啊 师父要输了吗 还有呢 我教过他十六年 每天吃喝拉撒睡 这边上怎么算 还有这种事 光伙食费都不少啊 不还钱 可别想走 大法师 你不用担心 东海龙族 有债必还 别 别跟我吹嘘你们东海龙族的信用 要还 就现在给 否则就把人留下 够吗 不够的话 还有很多 他 他身上怎么能 三下这么多黄金 这样就没问题了吧 大法师 那就告辞了 谢谢你多年的照顾 是 龙王 南海方面有任何问题 龙族法院都会公正处理的 相信在那里 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 各位 在下先行告辞 他要走了 师父 我们要耍无赖吧 不 要耍无赖也得全都够硬 算了吧 也许 敖雪爷是时候该回家看看了 绑金 我 金子先收起来 去到下个城镇 可以卖的东西 没什么怪玩儿吧 师父 我想买猪肠粉汁 那也要等悟空打完了再说 先休息吧 明白了 师父 父王 看他们一会悠闲的样子 我就气不得一出来 有心急 他们跑不掉的 而且 要对付他们的 不止我们 大家一起过去 包围他们 别从天 保持密切监视 一龙 你看 天君精锐 不会让他们走的 等神将回来 就是他们的死情 我将他们随时问断 难受心痛之恨 一定会的 本王要将他们剥皮冲金 几点二龙的亡魂 我想要是 您肯定 幻灰 一龙 幻灰 好痛啊 不愧是天津中全 一不小心 我就被你死要不放 祖悟空 我的职责是收回奇境 我的工作是为天津扫除害虫孽障 也就是你 职责就是职责 尹野 你还会说别的吗 你多少年没放过架了 时间一日有你这样的架 我就不会休息 那你就注定一辈子没架放了 你这样中全 你作死悟空的 悟空 别忘记当年就是我将你斩首处决了 你今天的结局 也是一样 死 中全 你还好意思说当年 要不是因为挺不动 你当年早就被我揍扁了 这 是我还你的 我天大霸 玩笑吗 谁跟你开玩笑 你不痛 早说过了 你的魂魄衣服在狼腰身上 怎么可能发挥权力 面对我 是不会有奇迹发生的 你一定是有死 你可真无情 我们都认识三百年了 追着一块木头三百年 也会有感情的呀 胡言乱语 胡言废话了 我再次杀死你 你也是无主之温 这一招 他会让你后面一飞烟灭 哇 这招 难道是 天堂 这就是 神明你一直撒我的那一招 水纸了 刚开打的时候 我的确是不出力 但现在 我们已经适应了这个身体 多了 瞬间划解我的唇心意气 小钟拳 不闻到我了 三分分 才变多一些 有一个我 变成三千个 怕了没 你气大 来抓我呀 不打打打 放血 你 臭暴露 真犯人 哼 分散开来 黄鼠能力 也会变得粗一鼠 都烘散了吧 应该还有一颗 喂 找我吗 我在这里呀 嘿嘿 你虽然有三只眼睛 也会看漏呢 不聊的把势 很挠火吗 你努力施育身体 就为了施展这种变小之后 到处乱跳的法术吗 想要大的吗 要就变大 一百万 啊 还要干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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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三眼 这个就是你想要的 这狂暴的力量 我就是齐天大圣 双母公 天上的家伙 独中就下来 导致把你们统统揍饼 好 好 哈哈哈哈